Hello,大家好,我是Kiss, I was the coach,Mira 今天呢,又是我给大家录一节写作的daily lesson 只用一张图就想出七八月最新考题的七分观点 那我呢,就截图了一下最新的七月八月的这个最新的考题 是大陆的A类的考题 然后呢,如果你一路看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就会知道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大题库 搜集了2012年,一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这个 我们的搜集到的这个考试的真题 你想下载的话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注册我们的七天免费课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资料包 然后在那个资料包里面呢,就会有这个题库的下载 好,那这些题目呢 我今天将会用一张图来带着大家一起来挑选到合适的逻辑链 从而写出这些七分的观点 那是什么图呢?就是我现在展示的这一张图idea map 那这个idea map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逻辑链的那个标题 我们把它们给归类了 然后呢,分成了三大类 有这个individual needs, skills 有这个individual needs,还有society needs 那每个大类下面呢,都有很多的这个小点 那每一个小点呢,基本上就是一条逻辑链 当然有的小点,那可能不止一个逻辑链 嗯,那我们今天就来实践一下吧 嗯,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逻辑链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注册我们的七天免费课 然后呢,就会有12组免费的逻辑链提供给到大家了 嗯,那我们一看,从第一个题开始看吧 那第一个题呢,它是说这个 嗯,随着 呃,这个这个交流通讯技术的这个发 快速的发展 那什么交流通讯技术呢 就是什么手机啊 然后平板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 mobile devices 那一些人呢,就认为说这个 这个现象它是 坏处大于好处的 然后 你同不同意 好,那我呢 呃,我可能会写坏处大于好处吧 那 我们就来看看哈 那如果,不管你写坏处大于好处 还是好处大于坏处 你肯定都要写到好处跟坏处的吧 那 我们就用一下这个 idea map 我们来挑挑看 那我们先挑 先挑好处吧 好处我们看看有可能会是 呃,可以用上哪些逻辑点 好处哈 我们先说这个social skills 那social skills 里面就包括face to face跟empathy 那我们想那个 嗯,用手机啊,什么的 它的好处 会不会是face to face 诶,好像 好像这个是坏处更多一点 是不是 好,那这个face to face 我们就先放在我们的坏处里面 然后我们看这个cognitive skills 它有这个memories and concentration啊 creative thinking,critical thinking 那我感觉也好像都不是好处哈 最多可能这个concentration可能是坏处 可以用在坏处里面 accountability,这好像没什么关系 motivation好像也没关系 physical health,诶,这个好像是坏处 我可以写坏处 social well-being social well-being包括什么呢 那一般就是belong in啊之类的 那好像跟这个手机也没什么关系 emotional well-being emotional well-being呢就是那种放松啊 还有就是stress 就是那些 可能会有一些关系的 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efficient 什么叫efficient efficient就可能是你做某件事情 更快了 或者说你做某件事情 你不用做某个环节了 就会导致你做这件事情更快 或者说你 你有creative thinking了 那可能会导致你 这个想问题 解决问题的这个效率会更高之类的 那看看跟我们现在这个手机 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手机好像可以啊 写这个efficient作为好处吧 嗯 那我们就来看看 如果我们用 这个efficient写好处 efficient这个逻辑写好处 怎么来写啊 具体怎么来写 那我就直接跳到这个技能3了啊 技能1技能2我就直接略过 如果不知道我们技能1技能2的同学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请大家先去注册我们的7天免费课 这样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然后我为什么可以写出这一个段落来 那这是一个A类段落对吧 那我们首先就想了说 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efficient的逻辑链 那efficient的这个逻辑链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我们做某件事情 不需要做某个环节了 那我们就可以节省时间 能够更快地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情更加有效率 好那这就是这个逻辑链 那我们能把这个逻辑链 用到这个题目里面呢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想说 为什么如果我们用了这些 这些手机啊这些设备以后 我们就可以少做一个环节呢 那少做的是什么环节呀 那我们想跟人沟通交流的话 如果没有手机 你要跟一个人去沟通交流 你们是不是得线下见面 就是去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见面 然后你们才能说话 才能沟通才能交流吧 那现在有了手机 它其实帮你节省了一个 什么环节呢 是不是你就不用去到 一个具体的地点吧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思路 再来反推这个核心的现象 为什么手机可以帮你 帮你减少这个环节呢 是因为这个手机 我们是不是就反正就随身带着呗 你想跟谁说话 你就只要拿出手机来 给它拨通电话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思路 那刚刚这一些 这一点串的这个思考过程 就是用我们这个逻辑链 来反推这个核心的现象 那我们反推出来的核心的现象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手机呀 平板什么的 它的尺寸都很小 很容易随身携带 那如果我们用这些设备的话呢 人们就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和他们想要说话的人沟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人们就不需要去到同一个地点 去见面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节省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吧 那节省这些时间就可以去做 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让你的生活就是更加的高效了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的 这一段的这个中文的逻辑 那右边呢 是我翻译的这个英文的部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暂停一下来看看 那我们用一样的方法 下面插播一条广告 如果你想要用最快的速度去提分 并且保证自己下次肯定可以去考过的话呢 我们一对一的课程会更适合你 你只需要每天复习三个小时 按要求去做作业 我们的口语的话 是两个月之内百分之百的考生 都可以去提高 至少一分 甚至大部分的考生 都是提高1.5分 甚至是两分的 最高可以去提高到8分 我们所有的扣事 都是在海外生活了很多年的 那协作的话 也是两个月的时间之内的话 百分之百去提高一分 最高可以去提高7.5分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话 视频下面可以去点击一下链接 还有就是正是因为这些付费课的存在 才可以让我们有经济能力 去做出越来越多的免费课程 希望大家还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 再来看剩下的题目 比如说这个 他说如果人们住在另一个国家的话 他们应该follow当地的这个传统和习俗 你同不同意 好 那如果我现在是同意 如果我同意的话 我就要去写 我人们住在其他国家之后 我去follow当地的这个传统习俗的好处吧 就我写好处 我就能证明我应该怎么做 对不对 那有些什么好处呢 我们是不是还是用那个 idea map去挑啊 有什么好处呢 学习传统习俗 跟face to face没什么关系 跟empathy有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关系的 你可能就能接触到不同的这个思想跟行为 然后你就可能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啊 然后你就会培养自己的empathy 好像是可以的 那我们再看后面 qualitative skills 传统习俗好像跟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 那跟accountability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motivation好像也没关系 那跟physical health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social well-being 我们是不是说social well-being 一般就是belonging之类的 那我们讲讲 有没有可能跟belonging有关呢 好像也是可以的 那我在这边呢 就是写的belonging这个逻辑链 我们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belonging这个逻辑链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我们能够对过去人的这个思想行为 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现在的生活跟过去联系起来 然后呢我们就可能就是产生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传统 对自己的这个历史产生一个belonging 那现在因为是你住在其他国家嘛 那可能这个螺线你就要稍微改一改 你就会说对这个国家的这个过去的人的想行为 有一个本身的了解 然后是对这个国家可能会产生这个belonging 那我们反对这个核心的现象 就是说这个customs and traditions呢 它都是古代人们就是生活中做的一些事情啊 比如说你如何去庆祝这个节日啊 或者说如何去庆祝一些events 比如说结婚啊什么之类的 对吧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另外这个国家 去follow他们的当地的这个习俗和传统的话呢 我们就可能对这个国家的过去的思想 这个国家的过去的人的思想的行为 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然后从而呢就可以relate无限的生活 跟过去的这些东西relate起来 然后呢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产生一个belonging 那你产生belonging以后呢 那么这个逻辑点里面还有 后面一个连接着的逻辑点 就是说你对这个国家产生belonging以后呢 你就更可能跟这个国家的其他人去合作 然后从而就是推出一个cohesive society 好那下一个题呢 它是它其实是一个reason and solution的题 那就不是一个利弊的段落了 它是一个原因的段落 它说很多人呢 不能够很好的去这个balance 他的这个work and life 那现在问你原因 那原因的话呢 可能用不上我们给的这个50组螺线 但是如果你是我们富费客同学的话呢 你就会知道我们另外提供了 一组原因类的逻辑点 那这个原因类的逻辑点呢 我们就是给了好多原因呢 比如说什么学校会 学校它有怎么怎么样的一些特点 可能会导致这个题目的问题呀 或者说年轻人会怎么样啊 媒体怎么样政府怎么样 那这个题目呢 可能可以用上我们给的这个原因类逻辑点里面的 这个现代人压力大呀 或者说这个高科技呢 让现在的这个很多工作 就是你必须要掌握很多高科技的这个知识 你才能去胜任现在的那些工作 那因为你需要不断地学习这些新的知识 那你是就要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上面 那你就没有多余的时间来 就是做一些生活上的事了 比如说跟你的家人就是一起 一起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才不能够很好的balance 你的工作和生活 就我就是稍微提一下 那具体的内容呢 在我们的付费课里面都是有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题 下一个题呢 它是说 有些人认为呢 提高这个道路安全的最好的方法呢 是提高这个驾驶汽车和摩托车的 这个最低的这个年龄 那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best way的题啊 那这个题呢我就不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14篇范文 里面有一篇呢 就是具体的写这个best way是怎么来写的 那你有兴趣的话呢 还是同样的哈 去注册我们的这个七天免费课 你就能够下载这个我们的14篇范文了 好 那我们看下面一个题吧 它是说 在许多国家呢 大部分的这个商店和商品就变得一样了 也就是说就是 在不同的国家 在不同国家的这个商店和商品都变得一样了 那么有些人呢 认为这是一个positive的development 那另一些人呢 认为它是一个negative的 那我们就想想看 这件事情它的好处有可能是什么 我们还是用那个idea map 就商店和商品变得一样了 它有什么好处呢 跟social skill好像没什么关系 跟cognitive skills好像 也没什么关系 accountability那就更无关了 motivation应该也没什么 individual needs 我们看看有没有 physical health 这个应该没啥关系 那social well-being跟belonging 有没有关系呢 可能是它的坏处吧 就是因为你都一样的话 你可能对自己国家的这个 这个独特的这些文化 你可能就不了解了 然后你可能就会失去 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这种belonging 那emotional well-being 就那种relax啊 stress啊这些 有没有可能呢 好像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又来到这个efficient efficient好像是有点关系的 对不对 因为本来呢 就是不同的国家 那可能卖的东西都不一样啊 那现在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 就意味着说 你能够买到别的国家的东西了 那也就是说 你原来你要飞到别的国家去 你才能买到他们国家的东西 但是现在你在自己国家 你就能买到别的国家东西了 那是不是 等于说 是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题一样 你也少了一个环节 那少了一个环节呢 那你就更efficient了 那跟money 好像有一点牵强 happiness好像有点关系吧 就可能是你能买到你希望的东西啊 跟quality of life也会有关系 对不对 那可能是你能够买到 就是比如说食物吧 你就能够买到各种各样的食物 然后这些食物里面呢 可能就是有各种不同的一样元素啊 那你可能就会让你身体更好啊 之类的 那society needs 好像除了economy以外 其他的都不是很有关系 好 那我们刚刚分析了一下啊 所以呢 我看一下啊 positive的话 我就写了一个 efficient的这个 核心词现象啊 很多国家呢 它都有自己独有的产品和品牌 比如说就在当地才有的食物 以及当地就本地的那个服饰品牌啊等等 那如果说我们能 如果说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些商品和商店都变得一样的话呢 就意味着我们能在自己国家就能够买到很多别的国家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 飞到别的国家才能买到那个国家的东西吧 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就能够节省我们的时间呢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就更加efficient呢 negative的话呢 刚刚我们说的可能你可以用belonging的反面 当然positive的话你可能还可以用这个economy 但其实这个economy呢 你的反面也能用对不对 因为你都变得一样了的话呢 可能你本地的这些行业啊 就会受到影响了 你本地这些受到影响的行业的这个工作机会 可能就减少了 然后就会影响你本地的这个economy 那下一个也是一个原因类的题目 它是说在一些国家呢 没有足够的这个回收 就是对这些东西 这些可以回收的东西 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个回收的体系 那问你原因 那原因的话呢 是不是我们刚刚提到原因类 我们也给了一些逻辑链记 就给了一些原因了 那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那可能是比如说媒体 它只宣传 媒体它就只放广告啊 就宣传那些materialistic的东西 让你去买东西 但他们就不宣传这些 如何去回收啊什么之类的 那就会导致人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回收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有可能是政府 政府可能它 它的这个经历都放在发展经济啊什么上面 那在其他领域呢 它就会比较忽视 就比如说这个回收这些东西的 这个方面呢 它可能就没有花很多精力去做 所以呢 就是才会导致这个recycling不够 那下面最后一个帖 最后一天说 犯了严重罪行的这个年轻人 应该跟成年人 一样受到一样的惩罚 那如果我是同意的话 就比如说我的观点是 我觉得确实为成年人跟成年人应该受到一样的惩罚 那也就是说 我得写 为成年人跟成年人受到一样惩罚的好处吧 那这个好处有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用这个idea map 跟这个social skill 应该是没关系的 coordinative skills 应该也是没什么关系 accountability是不是就有关系了 accountability是责任感吧 那我们怎么样来写到这个责任感呢 责任感 首先accountability 它的楼线是什么样子呢 它就是说 就会知道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它是有后果的 那就会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 那这个呢就叫做accountability 那我怎么样才能连到这个呢 那我就想一个核心思绪 叫做说 年轻人呢 或者说未成年人 他可能做事比较冲动 不考虑自己的行为 会带来什么后果 那如果他们犯了很严重的罪之后 他们会受到跟成年人 一样的严厉的惩罚的话呢 他们就会知道说 哦原来自己的这些行为 它都是有后果的 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 从而呢 他就会 叫develop他的这个accountability 好 那今天呢 我就是用这个idea map 带着大家来一起挑选 用可以用什么样子的逻辑链 并且我也给大家一起写了 这个核心词现象 怎么样来连到这个逻辑链 那除了就是我们自己这样 这样一个个去想一个个去刷题以外呢 我们GIS IELTS上新的一个新的AI的功能 这个AI呢就可以一秒钟帮助大家用 50个逻辑链想出任何观点的段落内容 那我来给大家 嗯 演示一下啊 好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AI的这个界面哈 那个比较朴素的界面 然后这个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把你这个 这个 这个 其实不是题目贴在这儿 是呃你的statement 什么什么叫你的statement呢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题吧 就第一个题吧 他是不是说这个 手机的是什么的快速的发展 然后呃坏处待遇好处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写它的呃坏处 那我就把这个题 嗯 我就把这个题这样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呢 你得告诉它 你觉得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就是 嗯 我跟它说 it's a bad thing 就 嗯 能不能看清楚 就是 就是 我得 我得告诉它 我觉得它是好还是坏 或者我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就说 它是一个坏的东西 因为我现在想要写坏处 好 那我就点 那个supportive 点出来的 应该就是写的坏处 那如果你要点好处 你就点这个opposing 嗯 好 我们看看它这个出来的是什么内容哈 呃 它说这个 这个题目了 然后can have a damaging effect on it 就是会坏处 然后什么坏处呢 create an environment where people are constantly connected generate 就是 lack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 对不对 其实就是 嗯 因为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就是尽量用我们给的那个无视组逻辑链的 所以呢 它出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哈 一般呢 都会是用我们的这个逻辑链来 就是generate出来的 那所以 比如说这个 它是不是就给了你这个face-to-face 这个逻辑链的 这个呃 相关的内容啊 那呃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自己找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自己找也找到了这个face-to-face吧 就是它这个坏处 呃 所以我我我今天呢 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AI的功能 然后谁能够用这个AI的功能呢 所有买了我们呃 写作自学课 或者你买了四门自学课 或者你买了一对一课 这些学生 你都可以使用这个AI的功能 我们在周三的早上呢 已经给大家发了邮件了 嗯 呃符合条件的同学呢 都可以来申请这个AI的功能 但是呢 这个功能 因为目前这是一个测试版 所以 现在是免费送给大家 但是 可能呃 过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测试期过了之后 可能 我也不知道是多久 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呃 就不是每一个同学 可能都能用 呃 有有有这个access去用 那所以现在 有这个呃 资格的同学呢 赶紧来申请 使用一下这个功能吧 呃 今天的留言小问题呢 就是你可以告诉我 你最近一次考试的题目 是什么呢 呃 你看了今天的课以后 你觉得 你之前考的那个题目 其实可以用上哪个逻辑链呢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